郭台湾发言人一再讲了 针对的是极少数台独顽固分子 首先是有台独 台独就是要分类合线 那么它本身这个行为就会有外来反正办 先有台独才有诚挚台独 反对台独 遏制台独 对吧 这个要讲道理 问题出在哪里 这个是很清楚的 当台湾方面接受九二共识 认同九二共识 反对台独说 两岸关系不是发展的很好吗 那么问题是出在这几年 就是2016年以来 民党当局坚持台独立场 不接受九二共识 破坏了两岸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 那么才导致了这个十年 我们所看到的情况 那么首先答案我想讲的 应该是就是 两岸同胞们应该要求民党当局 放弃台独立场 认同准备关系 使两岸关系能够发展出来 我们对台湾民众的心态是了解的 这几十年来实际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那么怎么做呢 实际上你看大陆方面的政策 或者是措施 它强调的一个呢 一个就是要这个坚决地分为台独 还有现在我们强调这个 要把两岸交流合作开上去 要把两岸融合发展神话下去做 还是要从这个实际上开始做 按照我们中共二十大的报告 可以看出一个总的考虑 就是我们坚持和平统一的努力 要继续以最大的诚意 尽最大的努力 来争取和平统一的前景 同时呢 我们坚持反对台独 坚持遏制台独 包括必要的时候 采取必要的时候 这个就是一个完整的一个好理 好 気持人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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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